一個合法的這個程序 這是我覺得要去強調的部分 所以這些法規面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文化局要來協助的部分 其實是台北市的文化局 而不是文化局的文化局 一樣這個事情高度看在台北市 或是整個台灣來看 我們解決這麼一個問題 我覺得今天台大立場 應該是這樣的方式來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投影片的左邊 是我們的竹林大樓 右邊的錄影堂 其實會有很多的一些相關的衝突的問題 因為當初已經 我們不是刻意把錄影堂 放在這個昨天的問題裡面 而是因為錄影堂的這個犧牲 把這個拆譜之後 才能成就我們整個區塊的一些法規的規定 但是如果說今天要調整的話 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需要一個解套的方案 這是我覺得是需要的部分 當然剛剛很多學生的發言 跟學生的同學的這個說明 他們的確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受害者 但因為這個動線 你看這個劇場的 有大概四五百人的人要疏散 疏散之後 如果我們面對這個舊的錄影堂不拆除的話 你會絕對有一些消防 跟舒散的逃生的一些問題 下一頁 好 那如果我們怎麼解決呢 我們其實有做過很大的一個努力 我們有辦法 我們在我們的新空間掛號裡面 我們有建立一些紀念館 我們有把一些既有的一些建物的一些建築元素啊 還有一些它的一些空間的歷史啊 我們都有做一個陳述 所以與其是一個空的殼子 倒不如我們有一個紀念空間 把這個東西跟效能的景觀做一個結合 我們有針對的這些所謂的 原來的錄影堂的這個金屬的銀牌 還有它的燕地盃 還有我們保留它的建築元素啊 這就是我們在這個新的一個案子裡面 都把它納入進來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現在做的努力 它有其實它有一個 1米40的一個 全部的一個錄影堂的一個模型 都可以把它納入在這個裡面 那我們這個就是我們的紀念展示館的空間的配置 那當然我們把這個原來錄影堂的元素 把它取出 所以用水稻切割取出來之後 做一個呈現的一個方式 那是剛剛講的1米40的模型 會在我們的這個 是我們公共藝術已經決定要採用這個1米40的這個模型 來還原這個當初錄影堂的這個現況 我們還有一些文史資料的一個影像 各方面的保存 其實台大這方面絕對不會是 就是為了發展而要去盲目的拆除 所有汽油的具有骨積價值的這個建物 只是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都照著政府的方式在尋找 那以上是最後 我們請大家為我們的學生們 去實證們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目前所有的發言已經結束 我們接下來的星期是我們的 好 那我們應該是登記發言 可以到發言 登記發言 好 陳其仁跟那個 所有的登記發言在到第一席 謝謝 好 我們今天我們請大家的這個 這個發言 好 我們今天我們請大家的這個 好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 蓋 這個 蓋 這個 蓋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都會不會 不是 要去嗎 這個 蓋 那個 蓋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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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蒸放 跟這個 蓋放 都各有這個 調查 來 看看 大家 還有 我們 我們也來著附載 我們也來著附載 你們看看我們的歷史建築跟紀念建築登錄的基礎 第一個要有表現第一風貌 民間藝術特色 我講熟光堂有沒有出過這個郵件 這個是我所記的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如果要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要有建築史 技術史的價值 那我們看到了熟光堂的設計 這個建築史 今天也錄影 說過了我們這個台上的民間 可能叫做我特別要說 他的這個搖外牆 能不能構成我們在紀術史的價值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發明了這個工坊 那麼在紀術史上面要不要登錄 作為我們在整個建築技術的發展地層裡面 它是具有代表性的 這個也是我考慮的 第三個呢 如果要我認定它這個歷史建築或紀念建築 它必須要具有地區性的建築物類型的特色 也就是說這個建築物的類型呢 會影響到我們任何一個建築所謂的設計者 它來模仿 它來做一個風氣 成為一個我們現在的建築類型的一個代表作 所以以上這三點 我是覺得如果真的要以這樣 我一向嚴謹的態度來看的話 這一棟建築物我到現場去看 跟我們這個紀出來的新製政 再去做一個現場的組隊 我是覺得這三個條件好像都比較勉強 我個人是提供這樣的意見給各位做參考 謝謝 好 謝謝各位 在2006年 這個文化市場的法律 特別增加一個所謂的公有建築物資 必須進入屏幕 這陸民安排在這個期間 它在申請建築的時候 但是它蓋好了以後 我們在106年的7月 才有這個所謂工人政局的評估 要評估的事情 這個表示什麼 我們太多的工人機關 對它自己的歷史 對它自己的歷史 就是拆除從前 所以我們這個 尤其在90年代 50年代到60年代 在很多大量的建築物資 會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文治法特別對工人建築 所以要保存 這個並不是在台灣 而在美國 可是在英國 甚至在日本 他們各有相關的規定 他們的規定 多半規定在其他程序環 但是台灣規定的文化市場環環 為什麼 這個地方跟中央 始終一直在留一些不同的現場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定在文治法裡面 用法來保存 這個案子正好在這個 很暧昧的時間 在這個情況產生 所以2006年 我們大概到8月再去堅持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講新的文化審議委員會 的一個組成 跟一個方式的運作問題 第一批文一看沒有價值 第二批文一看又有價值 為什麼 所以最近在文化部要求 就是說最好的所有的委員 都要到什麼看過 當委員到大家來做 所以在剛剛開始說 這個決議我們常常用一字 委員一字決議就能改變 事實上我覺得這個案子 並不是一個決定 這個事實上在一點 除了我們講保存文化古籍 所以保存歷史建築 保存紀念性建築 它並不只是在它的建築物本身 而是它的歷史背景 歷史的意義在哪裡 是一點很重要 當然我們現在把它叫做糯米堂 以前叫喬觀堂 把喬觀堂以前 喬成的一些歷史 都有把它忽略掉 我個人最近在多南亞 經常接觸到一起的橋 我覺得他們非常非常多 然後呢 他們現在很多到大陸 心裡面還有台灣的證明 比較好 台灣證明我們去找 我們是覺得 這一段的在50年代到60年代 這一段的產工的經驗 必須要保留 但保留並不是我們做過模型 或者有一些套法 我們講的文化資產的保存 它是第一手的建築 它必須要親身養殘餘 要有那個物體在 我們才能夠保存它 比方說剛剛我們期待 茶葉的保存 或者是產業的保存 或者是相互的意識保存 如果沒有這幾種小房子在台灣 現在誰還會再過去台灣人 所以我們個人看 這個我們必須要深層去切解 這個關鍵問題 剛剛台大人已經報告很清楚 關鍵問題是不是能夠 幫忙他們去解決 目前的一些問題 或者像古道系的工學 他們所體驗的問題 現在房子蓋好了 它不能用 是不是能夠再進行 所以我個人建議 是不是這個案子 我們是不是應該給一個 專門的一個消息 千萬代理做個解放 那我覺得對人的看法 這個案子 我們今天不要急於去做 能夠把它解放的錯誤做好 然後我們把更多的資料做好 我想也不要去急於採取 甚至包括 如果喬官台有了 信件來掛 那我們能夠認請 透過喬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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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如果台上沒有錢修補 我們有更好的機會 我們想這個 由釋緩之力 有個人的看法 謝謝 好 其他委員還沒意見 因為薛委員已經幾乎 拿到我的意見 可是我這裡還是要重複一點 我覺得台大的立場 還有動員能力 我心想 我當然可以很酸地講說 你們還是努力去找個校長比較好 可是我是覺得 如果我們叫他陸名堂 實在是很不堪 他是個餐廳聚會的場所 喬公堂創造了那麼多重要的歷史 反而不被重視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然我們這個台北市政府 或者中央 都要檢討文化資產的教育的不足 大家並沒有辦法知道說 你被指定的文化資產 並不是一個負面的 好像是這個 大家說起來 非常的覺得說是 不得已 才被我們去指定了 台大的某些文化資產 台大其實一直跟我們文治委員會 不是一個非常友善 在跟合作的一個單位 最近 我們常常也要承擔很多其他的責任 像前面的案子 這個參出山 其實也是另外一所大學 在台大隔壁的 台科大 我們也是非常努力 希望能夠改變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年輕的學生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相信我們這些 我願意跟你們好好的談 這個保存的並不是 只是一個歷史的載體 可是它裡面有多少人的情感 你們的情感我們並沒有忽略 這個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是可以解決的 甚至空間的問題 你們要排練或者什麼樣的問題 我相信文化局也願意想辦法配合 大家來合作 因為我們過去並不知道有那麼多 你們不瞭解歷史是什麼 歷史不是只有很短的歷史 這二十年的辱民堂 也不是只有喬光堂的歷史 是一個台灣的歷史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重視歷史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說 文化資產教育嚴重那麼多 因為今天我也是跟薛委員想法一樣 今天似乎因為參加的委員 有些已經離開了 雖然贊成寶村 但他不能投票 那麼大家也急著要走 這時間也相當晚了 是不是有一個專案小組 我們所有的委員要到現場去看 那事實上 台北不是沒有這種案例 已經都要拆了 建商要拆了 這個新芳村查行 也是在發展局局長的領導之下 所有的都市設計委員到現場去看了以後 從都市設計的手段去幫忙 才被保存下來 後來才變成古今 大家很不願意談 因為當時文化局 並沒有太多的工具 可以去阻擋這樣的工作 我相信我們慢慢的細膩的去處理 可以讓學生也滿意 台大也有面子 然後我們真正要保持文化資產的目的 也可以達到 好 謝謝 謝謝 薛委員還有沒有意見 來 副議長 跟主席阿委員報告 我們還是要說明一下 其實當年的兩次會看 大概在九位委員裡面都有去過 外評的九位裡面 大概只有 當時只有一位委員 有表示一定 有一點質疑 但是他沒有反對或是堅決要留 張崑正老師 他當年取的 大概只有他有意見 其他其實指揮委員 就建築的層面 其實是有考慮到的 這一次其實再起 主要是因為 喬光堂跟喬委會的關係 上次也有對外說過 跟老師講一下就是 現在中央的一個函視就是有不同意見的時候 大概只有兩種結論 第一種就是全部統一 另外就是投票 所以在這個案子上 其實主幹單位 老師剛剛提出 主專案小組都怎麼樣 沒有理解 如果就價值審查的部分 大概只能夠一致同意跟投票 就是把這樣的立場要區分開來 可能跟老師作為一個報告 好 其他委員要理解 這樣 這個案子是因為 大家都普遍的關心 然後剛才澳發台大方面也充分的表達 他不管是提案或者是登記發言的 我想委員都已經充分的了解 在這種狀況下面 就是說就建築的這個層面來講 我們在上一次的這個會議 確實也有這樣的一個決議 但是因為剛才 學委員也特別提到 就是說 在106年這個7月之後 對這個公有的建築超過50年 他保存的這個方式 也有一些規定 在這種情形 就是說再加上第二個層面 學委員跟這個邱委員都特別提到 就是說在歷史跟活動的這樣的一個發展 跟他長距的這些意義的存在 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在整個案子在定案之前 不管是剛才這個 副局長提的 是委員會一致的同意 或者是要做這個投票 我還是建議就是說 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在這個第二次來講 我們這個重新啟動以後 委員到現刊的這個狀況 是不是只有這個陳述的無謂 還是無謂 那如果說這個情形 我是不是就照這個 剛才學委員跟這個邱委員提議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充分的 讓這個委員會都 這個所有的成員都能夠在現場 實際的這樣的一個勘察跟這個認識以後 我們再回頭再看看 就是就剛才講這兩個層面 不管是建物或者是這個歷史的這樣一個價值 我們再來做這個定論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就是說台大也好 或者是說DR這個方面 都應該可以放棄 也就是說未來 我們在這個委員現場的認定過後 那麼在整個發展不管是保留 或者是不保留 那麼一定會有一個專案效果 在這個之前 會有一些充分的必要的 看看是要協助 還是要去做沟通來定案 都會來做這種一個刺激 所以我們還是有個建議 今天這個案子 我們現在還是先辦這個委員 在現地充分的來做看查 但是太少了以後 我們再做最後的一個定論 如果可以的話 尤其是今天這個案子 先做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們下面要去吃點 委員還夠文 還是這個案子要提到下一次 這個案子會繼續在 專案子要足夠的 繼續再多一點委員 然後結束 我們的下一個案子 下一個案子 對 這個案子是結論案子 應該是可以 我們預定是在12點半結束 對 讓我來看看 讓我來看看 省一半九萬華區雙元街79號 建物文化資產下支省 那你提醒誰 謝謝 謝謝 簡介案子 依據文書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十七十八條 國際執筆定期廢紙審查辦法 歷史證著經驗建築登入廢紙審查 再輔助辦法 帶領情形 本案建物位於 萬華區商人街79號 墜落土地為萬華區 舉辦斷四小段 291、291、11、2920號 為地上二層建築 建築建築 建築建築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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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建築 建築建築建築 建築建築建築 建築建築 建築建築建築 根本 space 長期將建築建築alin 標金 建築建築建築 建築建築 thermal 插穿 民間 無樣地 持續充orship 舉辦 特意 任何 相信 向 列測追蹤程序 本局是107年4月26日 大理列測追蹤審查限刊 出席委員由李乾隆委員 詹健淳委員 劉淑英委員 金仲淳委員 意見 整體體服務 具文化資產價值 與與列測追蹤 3 本局《易文資法》第17-18條 啟動文資價值審查程序 107年7月16日 邀請蔡元楠委員 李乾隆委員 詹健淳委員 劉淑英委員 蘇英委員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 審查專案小組 既有四位委員認為具文化資產價值 一位委員認為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4 眾者三次會堪委員意見 再要如下 唯本是在50年代的第一批整件住宅 空間稅少但分配合理 保存狀況上加具都市發展歷史價值 2 每單元有四戶 戶外踢可上二樓二戶 模式有特色 山牆及後揚彩花專員一樣保存 3 頓便雙元階72項可見到成牌的同類宿舍 2 但加件嚴重協議列入都根單元 7月9號圍警局眷屬宿舍需保存照完成者 4 雖然構造及材料不精致 但此外早期宿舍類型不多 建築的保留物 3・・・ 小規模łych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